丰富的色调采用拼贴的方式 创作出森林里的小圆绘本 要让小朋友们知道森林树木的永续发展 而桌上的木 林 森林样式的积木 则是由设计师石恩辉设计出来的 希望能够训练两岁以上的小朋友手眼协调能力 材质则是采用六种不同的国产木材 一开箱就散发出独特的木材香味 用废弃的纸张比如说瓦刃纸 然后有一些是那个什么报纸 报纸我再把它做一些加工或者是一些牛皮纸 台湾的木材它就是 应该说它在这里土生土长 所以它知道台湾的气候会是怎么样 它就会跟着气候 比如说膨胀或是收缩等等 那台湾的木材另外也是还蛮漂亮的 尤其是台湾山这个木材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合宜公司合作 推出绘本工具书以及树种富含森林元素的木材教育新产品 除了能够共读之外 还可以透过木制玩具 理解正确的森林保育观念 更善用我们自己的人工林的这个木材 可以让这个木材呢进入到我们的家庭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学校 那让我们的这个每一代的这个孩子呢 都能够更理解环境的重要 从106年起正式宣告为国产采源联以来 林业保育署将森林有序经营作为施政重点 希望让更多社会大众认识 并了解森林保育林业经营 以及国产财的重要性与价值 就长话长报道 一 好美 好美